您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Tnews 聯播網 我是主播林芳暖 新聞開始帶您關心的是 桃園市巴德3號社會住宅 由於受到疫情的影響 營建物料上漲 施工人力短缺 導致完工進度延長一年 住宅發展處表示 巴德3號社宅已經進入了驗收階段 預計6月開放選屋看屋 9月就可以入住 營建物料上漲 缺工的情況 造成許多公共工程進度落後 其中巴德3號社會住宅進度落後一年 住宅發展處表示 巴德3號社宅已經進入最後驗收階段 目前正針對細部缺失進行改善 整個案子來講因為它的量體蠻大 那興建期間適逢疫情 造成我們缺工缺料 那原定是在110年12月底要完工 那我們在今年的112年2月21號完工 那目前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驗收以及缺失的改善 巴德3號社宅為地上21層 地下3層 總計524戶 分為3種房型 其中每棟的3樓提供無障礙房型共27戶 另外社宅也規劃多項公設提供附近禮民進場使用 像是新建的圖書館空間 將會是巴德圖書館的新據點 還有微型運動中心 開放周邊民眾運動 那基於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精神 工藝設施非常的豐富 那屆時我們也可以開放 就是附近的居民 以及我們的住戶一同來享用 我們這些工藝設施的部分 巴德3號社宅已經招租完成 預計6月開放看屋選屋 9月開放入住